Hello,大家好,我是阿飞头,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二月份的,那个叫什么,爱用品,然后在这里先跟大家拜个年,新年快乐,红包有没有都拿到呢,我抢到了呀,然后首先是护肤的部分,第一个是这个,这个牌子的一个, 亮白镇静舒缓面膜,然后它是一个水洗式的面膜,这种白色的膏体,就在脸上敷个十分钟洗澡就可以了,然后它也有可以当作是睡眠面膜,比当水洗面膜涂得稍微薄一点点, 我觉得它一个非常好的是,它真的是舒缓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,因为有一阵子我就是过敏比较厉害,然后涂这个之后,就肌肤比较稳定一点,而且它的一个提亮亮白效果非常好, 就是你用完之后可以明显感觉到肌肤的肤色,得到了很好的均匀和提亮,当然它的维持效果不是说什么你用一次就可以一辈子都那么亮了,大概就那么两三天,不过也还算不错了,一个星期用个, 我一般用个两次,一次到两次,然后第二个,这个是比较,是稍微有一点冷门的这个RMK的眼霜,因为大家知道我对RMK就是,我是它的脑残粉,所以就是它们很多东西都会想买来试看啦, 所以之前是,这个是去年,好像去年还是大前年,哎呀我忘记了,去年还是前年出的一个,和一个金牛一起出的,然后它那个金牛就是很红,那个时候我本来想买,后来居然都断货买不到,然后我就买了这个眼霜,它这个眼霜很特别,它其实是那种膏状的质地,它其实更像一个眼部按摩霜,然后它会配一个就把小勺子, 按摩勺,然后后面这边是那个源头的,它有一套那个小小的按摩操,然后我是晚上用它,然后白天是用另外一款,呃,亚什兰黛ANR的眼霜,那个比较轻薄一点嘛,这个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滋润,我比较推荐的是,干性肌肤和眼下干纹比较厉害的人,然后按照它的那个按摩操来按摩,我觉得是对我的干纹是有一点作用的,嗯, 接下来就是彩妆的部分,这样,第一个是这个Dolly Wink的睫毛膏,然后之前Dolly Wink的睫毛膏其实就是评价一直蛮好的,我一直看到很多人推荐,然后,但是它样子 我不是很喜欢,那这次出了这个新版以后,我觉得,哇,怎么这么莫名,嗯,然后我就买了,其实本来想把那个铅肠款,这只是浓密款,蓝色浓密款,呃,粉色的是铅肠款,本来是想两只一起买, 两只一起买的,后来看到人家说铅肠款,反而不是很好,在我印象中应该是铅肠款,比较好吧,可能是Kiss Me给我留下的印象,然后这一只它的,呃,说是浓密,但是我觉得它,其实也是,呃,比较偏铅肠的效果,还是蛮根根分明的,应该刷了就这,看到吗,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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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就这样,嗯,它的卷胶队也还不错,反正你夹睫毛夹好以后,再用这个,不会塌下来,然后可以基本保持个一天没什么问题,也不太会晕,让我比较,比较少碰到晕的睫毛好了,呃,蟹也蛮好蟹的,反正我是用那个曼丹的,呃,眼唇蟹妆液,就是蛮好蟹的,之后是,用这个,哎,麻烦了,看不清楚,是那个IPSA的,呃, 这个四色的一个修容粉盒,这个呢,这个是之前在那个土豆试用上面拿来的,然后它,呃,我之前拍过一条小视频在土豆,就是专门分享这个的用法,然后它有一个腮红色,是一个珊瑚色,我觉得这个珊瑚色特别好看,因为它不像是普通的粉色,那么那么粉,但是呢,它又不会说是太成熟的那种珊瑚色,就是,我觉得普通的这种,呃, 学生档啊,或者是,呃,上班族都是可以用很百搭的一个颜色,然后,我最喜欢的是这块高光色,它是一个偏,偏蓝紫色的一个高光,这种高光,就和之前我,呃, 也介绍过的一个爱用品,Canmake的那个高光,差不多,这种打在眼下的那种喷起来的效果就会很明显,一打就,呃,就喷起来了,就,呃, 呃,呃,不是特辑哦,就是呃起来了,好吧,啊,还有下面两个颜色忘了,反正下面两个颜色我倒觉得还好,一个是那个修容色,但这个修容色非常非常非常淡,所以,刷了,跟没刷也差不多,就没有呃的效果, 然后这个,它这个算是,一个它,呃,算什么颜色,这种那种,就是柔化,那个腮红,让腮红看起来更自然的这种效果的颜色,总体来说是一个可有可物的颜色了,因为它这个本身就不是说什么很艳的这种颜色,所以我就不涂这个也没什么关系,最主要我是喜欢上面两个颜色都很好看,啊,小刷子也颇好用,是很柔软,而且有两把,这把会比较扎实一点,比较好去粉,这把就是柔, 那出门带一盒就够了,还是比较方便的,接下来,接下来是这个小奥丁,小奥丁,小奥丁的指甲油,是这次新出的,哎呀,星空系列,然后今天图的也是,今天图的是这瓶,呃,是那个偏光蓝色, L510,就是它就是会在不同的灯光,光线下面会有不同的那个颜色的变化,尤其在阳光下看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,但是这几天就是上海,天气也不是很好,所以没有办法捕捉到自然光下的这个颜色,可以稍微看一下, 然后这个是偏光绿色的,还有一瓶是偏光红色的,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瓶偏光蓝色,因为它的颜色就是,是那种紫色,深紫色,深蓝色, 然后还有一点点绿色的那种交,交汇,就真的感觉很像宇宙中的那个银河星光的感觉,就是还蛮好看的,而且它是,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嘛,它是可以撕的,就,呃,比较方便一点嘛,因为它也是含这种小珠光的,大家知道这种珠光啊,亮片甲油都是比较难卸掉的,但是如果撕的话就很方便,就啾一下就撕掉了, 然后是这支,Lover Shuka的BB美容液,唇部美容液,他们家的这个唇部的保养品,我一直非常喜欢,但他们家真是最近好久好久好久都没有出过那个新产品了, 它就是涂起来,其实就像,呃,那个叫什么,他们普通版的那个美容,呃,唇部美容液是一样的,但是它是有一点,就是这种红色,看到没有,所以就比较能够,呃,提气色,然后它其实可以当唇蜜来用了, 就是又滋润,然后又有颜色,是个颜色还蛮好看的,就是这种淡淡的红色,所以还蛮喜欢这支的,呃,呃,又便宜哦,对焦对不上,对上了, 然后终于到了最后,说的我口都干了,这个,这是什么呢,看上去浑浊的一团,好像很恐怖的样子, 其实要推荐的是这个瓶子啦,那个木济的起泡瓶,里面装的是这个洗发水,洗发水是那个叫什么,那个叫什么叫什么,韩国那个牌子的,呃,驴那个牌子的,然后是把它一比一,呃,枪水之后那个混合之后,一按它就是泡就直接出来了, 为什么很推荐这个呢,因为之前大家不是都知道我接头发嘛,然后洗头很不方便,尤其是要搓泡嘛,你不能随心所欲这样子抓头, 因为你一勾就会很痛,所以一定要用这个气泡瓶,它就可以直接出来很多的泡泡,就可以把泡泡直接推到这个发根里面去这样洗洗洗,就可以洗得很干净, 而且因为洗发膏呢,其实是不能直接碰你头皮的,所以呢,但是大家,呃,像我之前还没有够想到要去买气泡瓶的时候,是放在,按照那个这种什么,那个叫什么老师来着呢, Tony老师,就是以前的女人我最大的,反正是她说是放在手心那个气泡,但是这个好难气泡,我的妈呀,根本就起不起来好吗,然后就在那个发我也气泡,但是就是效果,就是比手心要方便点,但是和这个还是, 还是天差地别啦,然后这个是多少钱来着的,哦,是没写,哦,是笔写着400元,好像我记得买了四十几块钱吧,那么今天的二月分爱用品就分享完了,你是不是觉得有点赏呢,因为我就知道这点点啦,怎么样来打我呀,呵呵呵,那还是祝大家新的一年里面呢,身体健康,呃,万事如意, 然后,读,读书的同学,学业进步,上班的同学,升职加薪,好吧,呃,嗯,那就这样子,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 拜拜